大老花几千次了,几次买木 等一下,我把那个关了一下 现在我们把它,发表你的高见 今年的这个热点之一是新能源 新能源,还有特斯拉的新能源汽车当中 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电池 那么这个电池当中有三个最重要的材料 当然它还包括铜是大众化的 一个是锂,一个是骨,一个是镍 那么这个锂是稀缺的,但是更稀缺的是骨 这个金属 所以中国的股有两支股的股票 一个是叫,一个是叫华绿 一个是叫华油股业 华油股业呢,那么它现在的市值是700来个一页 还有一个股票呢,叫韩瑞股业 你现在讲的是中国的股市 对啊,我现在谈中国的这个什么 中国的这个股业 那么这些中国的这个韩瑞股业呢 那么现在市值是300亿左右吧 300亿 那么加拿大的这些这些股业呢 那么他们都是八九十块钱一股 那么加拿大的这些股业呢 那么你比如说CBLT 是五分钱一股 然后这个Fuse 这都是股矿很大的股矿的公司 是三分五一股 三分五一股 对 然后呢 总共的价值是290万 一个人家里就可以买下来了 对啊 然后呢这个这个股业呢是 三百六十万加币 哦 你这么想吧 这唐先生 什么叫机会 中国一个韩股的公司 就可以到七八百亿 加拿大的那些韩股的那些 有股矿的这个模的 它是几百万加币 便宜的不得了对吧 我可以这么说吧 这些东西是严重太低估的 低估的不得了 这些涨十倍是很简单的事情 涨十倍都不值 十倍才几千万 几千万才合来为虐 那观念问题是怎么来 他要跟中国这个有点点刮钩 或者有点点关系 他这个一下就涨十倍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你看看这些 你要如果单独是超股票的话 因为怎么来这个股票吧 如果他没有这个消息 也没有什么 他需求量大 没什么动作的话 关键是未来的他的需求量大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新能源气质越来越多 他需求量太大了 你看看这个Fuse这个股票 他是从50块钱跌到现在的三分五 哦 现在这个是这个是主要做股的 现在是三分五 最高的时候他是50块钱 对 所以呢 这些机会才是真正的机会 要炒多也不难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这个把这些东西炒新能源嘛 新能源材料肯定将来是越用越多 对吧 这些东西那些股的价格 好几个二三十万亿 大概是很贵的 对 股的价格非常贵 所以你要解答这几个长线投资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长线投资把它炒作起来 因为这个资源 它不可能永远 因为资源是流动的 对 资源流动的 那么资源的价格是全世界是几乎是统一的 这个加拿大的这些矿也不能永远是几百万加币 几百万加币总共开一千多万人民币 说就不可以讲 在那个 在多伦多的一套房子都比它值钱的 对 对吧 那你要发现这个这些公司这么便宜 它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 原因加拿大这个矿产十年就没涨 这些跌到跌了十年了 这是第一 可能那些 可能这个公司 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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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股东啊 或者是说这个管理层呢 也没做什么事情 可能是 他们现在还在经营 还在 他们也知道股这个东西 股这个东西重要 实习能源那些东西 但是加拿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加拿大的问题是 加拿大第一个是冷手 第二个矿业呢 他们根本就没有 这几年 这十几年 在矿业一直处于一个熊市当中 有关的问题是 就是现在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 那么紧张的话 现在如果说这个资源很重要的话 所以加拿大才不愿意卖给中国 那那那那那那那是国际市场上的事情 国际整个国际市场上这个价格 你说他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他整个国际市场股的价格都是几乎突然同意 按理说你要如果是国际市场的价格 这个这个是反正是一个明码标价的 对那按理说他应该可以赚很多钱 他现在来讲 现在来讲股的价格上去了 然后还当然了这中间有有有有有有有很多的 我看今天这些股 你想这个CCW今天涨了1% 你是学长 我这我这那是另外 我我把那个关掉了 然后给你塞一下 把那个关掉吧 是 把关掉了 然后我用这个这个进入 我两台电脑那是原先是用那台电脑 你看看不见 你不是讲什么东西人家不知道 所以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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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啊国啊还有还有涅啊 像这些东西这这几年我估计它的价格 因为新能源没有办法 你电子电动车只要在发展呢 他他他肯定的说就是这些东西都得都得都得起来嘛 对吧 对 这是一种大的所需啊 嗯 今年炒的今年最热的炒的最热的是太阳能 但是呢这个 太阳能也就炒啊 太阳能已经炒了一年了 哦 中国中国有两个今年中国有两个炒作的热点 今年 一个是一个是太阳能一个是酒 摩台酒已经是天下第一酒了 嗯 嗯 嗯 这个五粮业我买五粮业那一年我做五粮业的时候是 16块钱到32块钱 现在五粮业到了 可能300多了吧 哈哈哈 那你放在那里不动的发了 我那年我还挣了75万呢 就是那 那我要放着不动的话我挣了 750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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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哈哈哈 还有你知道那个叫摩台也就长了一套五粒吗 哎呀那摩台那简直是 你要你要是买了 因为我买的时候是酒最便宜的时候 对呀 我还有个朋友他专门搞了个胡乱酒鬼酒 他是最大股东之一啊 哎呀当年是 在我的群里面 哦 嗯 就是你跟他在一个群里面 他是有大量的酒的股票 但是呢 他不是他不是毛台跟五粮业 哈哈哈 这些品牌因为这些酒它不会消失啊 我今天看到市场啊 当然了多伦多这个市场呢 反正有资金去买这个资源股肯定是 没问题的对吧 你这个就像你这个板冠冷冻啊 成立一个什么东西呢 成立一个 成立一个矿产投资基金 对 然后呢这个和中国进行合作 和中国进行合作 中国的钱是 这些钱肯定 他们肯定愿意投的 这些东西太便宜了 你 我也讲了 嗯 像是我回中国的时候 朋友决定找到我 这 就是他们 当然他们是国籍了 他们是想要投的 就是加拿大这个矿产 所以我们就可以帮他帮他 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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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买一个 买个这种矿 对吧 然后他在中国的股价 就可以翻好几块 对吧 然后我们我们我们是加拿大公民嘛 对吧 对啊 可以啊 然后再然后再给他就做 就就方便多了嘛 对不对 对啊 都需要钱呢 这些东西都需要钱 都都都 你要知道 你关键问题是怎么呢 你现在就没办法开会 有没办法这个这个做了个什么 给他们联系 对吧 就是跟那些上市公司啊 他们给他们口座 然后呢 把双方面的渠道啊 沟通 跟桥梁搭起来 这样的话呢 那就比较容易赚钱的吧 那他当时我们回国的时候 他们是要收购这个 要大量收购这个 矿产这个 资源 因为加拿大多的是矿产资源 澳大利亚也是多的是 加拿大的 我给你 现在关键问题是 中国人没有 没有什么 你这个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 中国它没有 它没有资源 你比如说铃矿吧 加拿大上市公司的铃矿就有 就有 说起实的话就有70多家 中国的上市公司 只有三四家有矿产 有铃矿 那个加拿大的这些70多家的铃矿 本身是可以 可以和 本身是可以 可以和 如何来运作和中国怎么来运作 就是我跟你讲 我那个朋友在北京呢 他自己在多伦多 注册了一个 我记得是 有一个铃矿公司的 他在加拿大 挖矿 并且他也 跟加拿大股市不到美国股市的话 你在一个市场上你是比较不出来的 对吧 但是呢 他是两边跑的 他是中国跟加拿大 他都 对吧 都是 这些东西啊 这些 这些 你比如说像我们 我说的这些 他这些东西 他 我给你 我给你看看 中国的这些 这些 这些股 股的股票 一个是 这是叫 苏瑞股业 258亿 看到没有 258亿 再给你看一个 华语股业 你要看个 你要拿个图记给他看看 那你给我share给我 我给你 我给你看看 你可以share 我给你弄啊 你给我share给我就行了 我share给你 还是你自己share这个 不是 现在不是加入你的loom吗 你 我能share才行 你能share 我看看啊 现在能share吧 multiple share 应该是能share 你现在能看见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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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 没看见 你看见啊 我看看啊 可以share了 但是看不见 可以share了 你没点到 你已经授权了 可以share了 对 那就 现在能看见吗 现在有 现在这个图 你看到share 没看到图 就有了 对 你这样讲起来就好多了吧 你看这个哈的话 韩瑞股业 它是258个亿嘛 对吧 258个亿 然后 那个股票更狠了 这个韩瑞股业是从5块钱 看到吗 一直到现在 现在最高是152块嘛 对吧 那么这是30倍的利益 你要如果喊 你要如果先买点股票 然后把这个公司 跟加拿大公司一结合起来 那不就发了吗 对啊 5块钱到152 不是30倍的利益吗 对吧 对 现在它的股价是85块嘛 对对 85块 那么也是有接近 156倍 167倍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增值嘛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华瑞股业 华 华油股业 嗯 这是做谷的 你看这个华油股业 当然了它昨天已经跌停了 原先是2块钱 你看到没有 2块钱 那么 到了78块钱 看到没有 哦 到了78块钱 那么 也就是说呢 它的市值是多少钱呢 是794亿 嗯 看到没有啊 哇 那么也就是说 它因为它有股 所以它就 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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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几百亿 因为我们加拿大的 我们加拿大的这些公司 有股的太多了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拿一个出来看看 有股的 我给你给你拿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看看啊 对 你看这都是股的 看了吧 这加拿大上市公司 这都是有股的 哦 这么多 你看今天的股 今天的股 你看了吗 都在大涨 涨20% 对吧 这是20% 15% 19% 16% 今天今天有什么需要 是才能涨啊 嗯 不知道 但是股 你看这个 这两个股票 一个这个 就叫CBLT 是有股的 而且股矿 很多好几个股 是五分钱 对吧 像Fuse 这个股票 对吧 那你买一把不就赚老了 哎呀 我肯定买了一些了 对吧 但是现在它还没升上去啊 那Fuse 这个股票呢 是三分五 对吧 三分五 三分五 所以 所以 你就可想而知 我 我再给你看一下啊 刚才讲了 就是关键问题是怎么样 把中国的这个 大的上市公司 跟这个 加拿大这个 小的这个 Penny Stock 结合起来 那个事情 就做大了 所以 又 又制作了点 你说就不可以讲啊 就是做股票 一个呢 是你去Gain了点的 第二个 就是制造了点 你得逐渐的 从Gain了点 到制造了点 转变嘛 对吧 对 这些东西 你得不断的 于是就进 你不能 哎 这个股是 你看这个股票 第一个啊 就QCCU 对吧 它今天涨到18.87 对啊 我这 我有这个 DT的 你看到最后 你看到最右边是 10.78 是什么意思啊 哪一个 最右边 最右边 这不是股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 这是 稀土类的 我划分的 这是稀土的 哦 这是另外一个公司 对吧 这不是另外一个公司 这是另外一个板块 这些公司都是稀土的 对吧 这些东西 稀土的这些公司 现在稀土公司不是说 比较紧俏吗 稀土紧俏 但是中国还是老大 这是稀土中国占优势 对吧 那么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古是有人在往里稀 因为这个板块 这么种生殖 那么有人在往里往里稀货 对吧 那肯定的 没有人稀货 它怎么能长这么多呢 对吧 所以这个 这是这个谷的 这是稀土的 那么这是铃的 看到吗 对 铃铃 铃铃就没有谷长得好 你看到没有 嗯 铃尽管也有长20%的 但是这长20% 同时就有谷和铃的 这个QD本身就是既有谷又有铃 这个也是 就是有谷又有铃的 这个都是有人在试货 对啊 这三个都是既有谷又有铃的 你看到吗 它长得 对 所以就是说 这是这是铃的 这是制造原子弹的 这个铃的 铃的 铃的制造原子弹的 这是这个板块 现在美国的股市 现在长不上去了 对吧 可能看样子是 今天听说 今天听那个广播 这个CNBC里面报道说 那些大货现在都在买那个 下跌的这个put option 跟那个并且是量是很大的 他们预计会市场会调整 另外呢 它已经长了十年了 你看这个金和银展就没有股 这个这个 所以现在呢大家都把钱买这个去了 因为这个资金嘛 就像你这个就 这个板块能动嘛 对吧 对 可能会有这个有这样一个概念 对吧 因为它随着新能源的这种发展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对这些材料啊 铝和骨的这种需求量 会越来越大 现在这些材料 你看这个 对这个骨的需求量 你看看 你从这个表上你就可以看出 有很多人在买路嘛 对吧 有不买它怎么那么少生呢 对吧 你看 你看金银 金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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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 就不是不是很很很很 不是很很景气嘛 对吧 对对对 金银 对吧 那么金银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种储藏手段 它本身坚固没什么用 对吧 所以这个金银 但是这些东西它是必须必须得用的 只要你有新能源汽车 它就必须用了 对吧 对所以这个 那些这些东西太便宜了 你看五分钱三分钱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提示一下 这个报道一下 然后再聊 好吧 对 好吧 所以太强了 人家也不会听 这个板块 我估计明年可能是一个很重的板块 正是 反正这个东西便宜吧 一个公司还没一栋房子的价钱 对啊 你说一个股矿 如果这家公司在中国的话 我估计这个股票怎么也得炒到三十块钱吧 对吧 对吧 从三分钱到三块钱 三 三块钱哪能啊 得到三十五 我估计得到三十五块钱差不多 有100倍的股票 那就买个这个东西就行了 好吧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OK OK 好 好 到盐 嗯